唉,没想到第一次用短喷之破枪就发生了这样的破事 这个扶兵挑战我怀疑你是在故意围乱我胖虎 起初看到这消息,我其实是拒绝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短喷加十字弩虽然不是地铁伤害最低的武器 但龙错率绝对是最低的 正面交锋,只用两喷一键的机会 所以这难度吧,懂的都懂 经过我多局尝试,用短喷和十字弩在打得准的情况下 四级和五级对我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唯独六级,要是天脸碰上了 哎哟,不好意思啊,都死吧,没救了 刚才只是给大家上个开胃小菜 想用这两把枪冠签,还得适当老六 哎,这鱼翁得利的好事不就来了 可以嘛,人头加一 嗯,小巨仔,你可别让我逮着了 兄弟们,吃饱了 啥,七分饱啊 那还不怪三两 今天必须给大家安排个满汉全息 OK啊,兄弟们啊,现在正面开始啊 还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居仔 但绝不是熟悉的结局 嗯,这咋又来个脚步 给你个大地头 哎,老瓜子嗡的吧 不是,这小破房子有金条啊 还是看我拿的破枪和皮肤 都往这来 嗯,这个箱应该没有人了吧 看一下巨仔的大巨调没 哦,掉了 但和没掉一样啊 啊,爸爸,爸爸,爸爸 遇到老六,不要慌 我们先分析一下 从装备上呢,看这个老六是个裸奔的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十字路还是短管线的枪 只要能打中一下 他就闭死 更何况我们是有三枪的机会 四手五路 他死定了 嘿 就这还想因我呀 再去二头练练吧 这把目标呢一百万 光靠打人呢 我看是没有希望的 得想办法去辐射区请狗子吃顿鲁剑味的狗粮 哦 黑石那边有动静 呦 太远了 我打不中 逃过来我还打不中啊 这小伙子啊 肯定以为是光明能打的 头甲包枪全掉 这下不愁 进服着就亲不了狗了 先来旋转楼梯 开一下天眼 嗯 很小气啊 进黑市了 自信小伙子 再现白给 再买块板子 进辐射 嗯 哦 我知道了 这个自信小伙子 绝对是图外科技 杀完人啊 想要买块板子 进去舔猫 哎呀 还好我出生点狗园 来得晚 只能去地铁里面的黑石来了 干嘛 果然有盒子 再洗淋一块板子 继续开 收到 手 小转100下车 挑战成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